哇 經過了好一段時間 讓它們反應作用之後 你看整個的水面上 都是一層白色的泡泡 然後這個雞蛋 好像已經變得半透明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蛋黃 我這樣觸摸之下 感覺蛋殼有點被軟化的感覺 我們先來放到這個玻璃瓶看看 下去了 咕嚕 就下去了 這跟剛剛是同樣一顆的生雞蛋 為什麼它現在能夠滑得下去呢 很簡單 這不是magic 而是科學原理 因為蛋的外殼 它跟珊瑚 還有許多海中生物的外骨骼 成分是類似的 所以當海水酸化了之後 在裡頭的珊瑚 還有海中的生物 就像是泡在這個酸性物質裡面的 生雞蛋的蛋殼一樣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是這些珊瑚 還有海中的生物 你泡在酸化的海水裡頭 你的骨骼產生了變化 你還活得了嗎 珊瑚 和海中很多的無脊椎動物 都是分泌碳酸鈣 來當作它們的外骨骼 在大量的二氧化碳進入海水 成為碳酸後 珊瑚蟲的建造骨骼 可能無法繼續 甚至原有的珊瑚蕭 可能溶解 這可能讓珊瑚蕭就此消失